在NBA每个赛季都会出现许多的伤病,对于NBA的后卫来说,他们遭遇的伤病一般都是膝盖或者韧带方面,但对于乔丹,除了钢型联盟第二个赛季的骨折之外,他在整个赛季都非常健康,也没有遇到韧带或者膝盖的伤势困扰。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乔丹能这么顺利的打完自己整个职业生涯呢? 1.打化乔丹应该是NBA世上最全面的一位球员,特别是后仰投篮,也被定义来最无解的一个进攻招式,同时乔丹在整个生涯的突破次数本来就非常少,特别是在第一次复出之后,乔丹利用被打转身投篮,这一招几乎称霸了进攻端, 而这种招式也让乔丹避免了许多发生伤病的可能性。 2.时代在乔丹效力的那个时代,基本上每一场比赛都会出现不住伯的情况,他们在防守端竞争得非常激烈,虽然是肉伯,但他们的动作并不会奔着伤人去。 3.即使有球员受伤,也是硬伤,很少会出现造成赛季报销。 3.自律乔丹整个生涯,对于篮球都是最高的尊重。 不断的训练也让乔丹脂肪含量都非常低,最低的时候达到了3%,这也让乔丹整个身体都非常的强壮,每个部位都充满了肌肉。 这也极大的避免了小大发生任代撕裂的可能性。 篮球殿堂,一个值得你订阅的篮球账号。